這是我把皮頭頭我們現在用串口來用這個底板透過一色內來更新 那麼串口然後我們等一下跟下透過這個一色內連接到電腦裡面 那我們現在更新就是要將這個麻酒插這個底板上面 然後呢一色內的串的洞要插上去哦 這樣插好 那這時候UR要先插Notebook 好那我先確認說到底電腦沒有抓到 可以看專制管理員 然後 裝置管理員的是這邊是出現是抗漆 一般來講我們 我們的電腦都不會到抗漆這麼多 所以我們要把調整到 抗 抗1或抗2 然後速度要把它選38400 38400確定 那就好了 關掉好 那我們在更新之前的時候 這個UR 這個UR 這個UR要先插上去 插到這個這裡面 注意哦 我們現在還沒有電源沒有插哦 還沒有插哦 那還要再打開一個軟體 叫做Telanet 那我們先調整那個 先打開Telanet 好我們剛剛有調整到抗1去 所以我們這時候 要選擇抗1 然後這邊有個叫Serial port 抗1速度調成38400 確定這樣子 好我們先做到這樣的動作 先這樣子 等一下呢 這個是我的 底板的電源 我在插上去的時候 我就要趕快按電腦按ESC 要連續快按 大概兩秒內要按掉 插上去 兩秒按掉 好 這時候會出現什麼畫面呢 出現 這個提示符號 好這時候再打開那個CMD 按直行 按CMD 然後呢我就到我要更新的 因為我現在有個我要更新的氛圍 好 那我現在氛圍我是放在這個C草根目錄下 他名叫做 呃 飛蹦230 有沒有一個叫飛蹦230 好飛蹦230這邊 飛蹦230那我要怎麼打 我這時候就打 ttftp-i192.168.1.6 tfttfvint230 tema 在打之前我們還先確認說我們 влиowners 是不是有連上 我們看一色內這裡 好那我們這邊的一色內要改 IP 因為我們進入到那個realtek的後台他是192.168.1.6 那麼我在電影對應的電腦上我要也要設同個網域叫做192.168.1.203202200隨便都可以 好 這確定已經連到哦 好代表說我等一下要透過一色內來更新到 任體這條路徑是通的那我現在就下個Enter Enter 好有沒有看到串口這邊數字在跳跳跳跳代表說已經在更新了 更新要花大概30秒時間 那在更新之前我們還要再加大一個指令叫做 那個 RESETTODEFAULT的指令 一個叫做FLASH DefaultSW 好等一下我更新完的時候我可以下這指令就代表他可以RESETTODEFAULT 但是這有個前提是 你的假設您的串口您的這個WIFI module這本身他 開機之後你有用到UR的話那這個指令就不能使用了 因為串口都已經被佔據住了 好我們現在等他更新完 好久保安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現在已經開機已經可以開機了 他已經更新完了重新開機了 這樣就已經更新完了